《温暖的嫌》张翰与张军宁被指甲戏斟作,金热戏顾摇嘴唇太激烈。 最近电视剧《温暖的嫌》正在热播,这部都市纯爱剧已经推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眼光,不仅仅剧情在线更重要的是,主演张翰与张军宁的演绎十分真实,让人大呼过瘾。 《温暖与湛男嫌》的爱情故事让人感慨万千,在高虐了几天之后,这对情侣终于开始撒狗粮了,开启亲密的摸头沙,互动十分甜蜜,堪称大型虐狗现场。 但是观众要看的远远不止这些,有人在微博上面晒出了张翰与张军宁的吻戏剧照。 在这组剧照里面,两人亲密拥吻,场面十分激烈,但是据知情人透露,这段戏将不会出现在电视台播出的内容里面,原因是由于尺度过大,所以审查的时候遭到了电视台的强行删减。 大家纷纷表示十分遗憾,并且强烈要求剧方放出这段戏,张翰在大多数人眼里一向是冷静高冷范儿,于剧照。 里面的他一点也不像,而张军宁也是出道以来都是以女神范儿式人的,可以说这是两人从影以来的最大尺度的戏了。 其实,战蛮仙一角本来不是张翰的,最初片方是邀请黄晓明担任主演,但是由于黄晓明粉丝的强烈拒绝,所以未能如愿。 张翰临时就唱金言词片没想到像过竟如此之好,从电视剧开播到现在,张翰与张军宁的互动十分甜蜜,恋爱的粉红泡泡逐渐冒出来了。 不仅是常给自己和张军宁批图,还发表掌文来梳写自己的感情状态。 在这部剧拍摄的时候,正是张翰与古丽娜扎分手的时间段,张翰对于这部戏,对于战蛮仙付出了很多的心力。 网友纷纷猜测,张翰与张军宁是因戏生情,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,大家会祝福他们吗?